第16题 有关食盐和木炭粉混合物分离的实验 上列哪些叙述正确 假 过滤法是利用颗粒大小不同的性质 这个是对的 单纯的过滤法就是利用颗粒大小的不同 如果是溶解过滤法还会有溶解度的不同 1 过滤时为了避免绿意喷溅 漏斗颈不要接触到烧杯内壁 这个是错的 上个的时候讲过 漏斗颈要贴紧烧杯壁 是为了避免绿意见起 所以迅速已是错的 并 蒸发结晶获得食盐 是利用食盐的废点比水低的特性 这也是错的 我们在做蒸发结晶法的时候 水跑掉了 而食盐流下来 就表示水的废点比食盐来的低 叙述病是错的 丁 实验流程是溶解 过滤蒸发结晶 这是对的 这是我们 上课的时候 所跟各位讲的我们的整个实验流程 污 加热时不可太靠近蒸发米 会 因为挥发出有毒气体 这个是错的 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挥发出来的蒸发出来的水 并不是有毒气体 所以迅速污是错的 因此 迅速正确的是有甲根丁 第16题问我们说 有关食盐和木炭粉混合物分离的实验 上列哪些迅速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A 甲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